接下来这个的主顾关系在高雄 有一名在台湾非法打工的印尼籍女外劳名叫雅蒂 昨天她即将被遣返之前是特别拜托移民署的人员 让她去向81岁的雇主阿公道别 移民署的人员基于人情的考量 的确得她回到了雇主家 两个人相见之后 阿公知道雅蒂就要被遣返回国了 难过的跟她相拥而泣 感情之深 连移民署的人员都红了眼眶 皮肤有黑的印尼籍外劳雅蒂 被专情队员在巷子里逮捕 因为她在台湾非法打工三年多 移民署准备将她遣返回国时 雅蒂苦苦哀求专情队员 让她见81岁的雇主阿公最后一面 专情队基于人情考量 将雅蒂带回阿公家里 顺便收拾行李 阿公当下得知照顾她这么久的雅蒂即将要离开 顿时难过的抱住雅蒂 两人哭成一团 原来陈姓阿公是退休教授 前妻过世后 儿女经人介绍雅蒂照顾阿公 三年来朝夕相处 感情就像祖孙般浓厚 如今雅蒂要回去 阿公万般不舍 连专情队员看了也为之动容 但还是得一线刑法规将她遣返 蒂照顾弱